你昨天的照片卡了吗 在那一会我卡了 一会我放在我的那个电脑手里 我是想解决就是他为什么会一直晕在车里的问题 它两个小的程度差距太大了 我昨天大概的就是还原了一下 他们两个是有那种合作的 要跟女生是吗 因为他那个泥土力有油油的脚印 对的这个我也是确定的 如果我们要说明他这风机用来解冻我们插什么 如果他要一直吹的话 他可能那个吹风机他那个功率很高 真可以插一下 真可以插一下 对啊 来你来写我们要的东西 常规毒物检测是吗 反正先把那些毒物检测一样 他还有你这些说的那个中式神经那些抑制的药物 那个做一个狐画 然后还有他有没有那个哮喘室 这有一个 哮喘泡物剂成分检测吧 走呗 进去吧 偷偷不回 老师 我呢 好走 一组一组来吧 哪一组先来 你先 你先 他一个一个人我们让他先来吧 那我开始了 好针对主驾驶的悠悠老公 第一个是要他的一个个人的病历史 造病史 对 切片的话就是常规的那一整套 心脑肝肺肾 病理的话我们要心肝脑肥肾肾肾 心肝脑肥肾肾的病理切片 就是毒物检测的话 就是常规毒物检测 常规毒物检测 像是心血胃内容物 脑积液胃内容物 以及常规毒物的检测 以及这些血里面的乙醇含量的检测 然后还想查一下有没有中枢类药物 对中枢神经的一个药物 我们想看他中毒有没有这些 能够让他就是失去意识 或是能够保持呼吸 但是失去意识 就在车里这个药物 中枢神经上的药物 对 然后我们不知道一些现场的东西 现在能不能提供 可以现场的 我们想查一下12月1日和12月2日 或者盛南家的这个用电量 跟他平时的用电量 或者是前几日的用电量 有没有一个突然的一个咒声 一个对比 因为我们猜测 他那个吹风机作用 可能是想要去解冻尸体 吹风机他那个功率比较高 他可能会导致 他当日的用电量有一个峰值 悠悠 悠悠老公这个聊天记录 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一个痕迹 我们推测有这么一种可能是 其实根本就不是两个人在聊天 虎子他是看到了一段聊天记录 对我们法医来说 大概就看一看聊天记录就行了 但他是用侦察示威 另外就是他也考虑到这个用电的问题 他的这个侦察示威 对我们将来法医 包括是医生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歧视 这你们一二多东西 谢谢老师 嗯 好 谢谢老师 看完以后到小费一时集中 谢谢老师 在你们之中 只有一组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就是萌萌和长生这一组 好 请你们把你们那个读化验报告给我 你们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啥 你告诉我 看到了一名 一名 就是萌萌和这个长生这一组 在要我们这个资料的时候 然后还想查一下 有没有中枢的药物 中枢神秘医生的药物 这个其他组应该来说 是没有太多的去想这个事情的 所以很佩服他们两个人 可见到的这个萌萌和长生两个人 进度还是非常大的 萌萌这个报告出来了 你们现在怎么想 既然测试了萌萌的话 我们是不是肯定要想到 萌萌这个 这个是个管制 管制的一个东西 虽然是个麻醉药 为什么萌萌用上去 这个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可能会做一个 动物实验 我们这个做的动物实验 这个 你要能形成一个监听报告 或者一个意见 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行动 好 这也不是大 这不小鼠吗 这不小鼠 这是小大白鼠 今天实验的是 以蜜对动物的麻醉作用 效果观察 我们今天用的是大白鼠 抓老鼠的时候 你不要去很近地抓 轻轻地摸它 不会攻击你的 我们两个人就是养老鼠 冠位 一搞的三个月半年 就在每天一百来只老鼠 去伺候它们 然后再盖的一个钢 实验就在这个里面做 每个主厨一个人 对这个 钢里面 放棉球 用吸管 把银泥吸上去 加到钢里面的棉球里面去 再去找一只老鼠出来 把它放到那个钢里面 看它多长时间 会出现一个 意识丧失的一个过程 一旦出现了以后 拿出来可以放到笼子上面 看看它什么时候就醒过来了 一个组是用一个棉球 一个人用一个棉球 这样它浓度不一样 这种组的时间可以不一样 做个对比 行 那么操作者包括我们这些人 把口罩要戴上 因为银泥是一个挥发性的 而且它是有味道的 那三人一组 四人一组 一组用一只老鼠 好的 哪一组先来 我们组先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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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好 我副子座 虎子放一米 然后 星星赶赶走我记录 好 好 我来 那些人 这个人 排队 你准备那些人 这些人 参与 魅尊 你们不一把 才能Вans 这种 可是我必要 参与你 今天 不离我 好 可以抓老鼠了 好 可以抓老鼠了 计时 开始了 开它的反应 呼吸结束 呼吸开始变慢 它越动 它这个 吸的越多 对 醒了 放龙上面 看到什么时候苏醒 记 记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有点 了 但是 太过分了 看起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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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 好 你们这个主台 可以抓老鼠了 我抓吗 全顿 全顶被咬 不要这样子 你别吓她 顺毛 不要喊乖 乖 小鼠乖 乖乖 来这儿 我来找她 再找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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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 我在里 她应该比较快 活力很强的 应该 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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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道 乖 'Dun 摸刀 跳了开始叫你了 那你把它放笼子里去吧 我是你爸爸 不要咬我 这个两个实验之上能反映什么 那么第一 蚁蜜是挥发性的 另外蚁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它会让它出现麻醉 意识伤失 然后就出现一个瘫软的状态 但是脱离这个环境 它很快又能恢复 所以他们说有的时候 这个用蚁蜜把这个人捕一下 就能昏迷 没那么快 没那么夸张 那要很大的量 放在那个嘴上捕着 但是这个捕的人自己也受不了 我们常见毒物检测 是不考虑移民这个问题的 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个事情的话 会遗漏很多犯罪 因此做这种实验 是要提醒实义生 要注意进入这个建立 我们做的动物实验 也是可以作为这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你们要仔细考虑考虑了 悠悠潜伏体内的这个隐秘 究竟从头而来 那个车是否是悠悠潜伏死亡的第一二发现场 现在我再给一份警方的资料给你们了 好 这是你们这两组 这里也是我们的 打开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这 好 好